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对于中美关系 中方的一贯是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个原则 来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的 中美之间也保持着必要的沟通 关键在于美国不能一边沟通 一边损害打压中国的利益 美方应当同中方相向而行 共同推动中美关系 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感谢观看